為了讓孩子能夠建立正確的反菸反毒觀念 新美市衛生局特別請來的周世淵 李啟義以及陳志忠三位SBLO的明星球員 一起參與今年為國中生舉辦的反菸毒夏令營 而這些明星球員在現場也沒有什麼架子 還陪小朋友玩起了團抗遊戲 加油 小心小心 往後一點 往後一點 顯然身高差太多 讓這輩對輩傳球任務有點不順利 不過沒關係 因為能請到周世淵 李啟義以及陳志忠 三位SBLO明星球員 就已經讓參加反毒夏令營的小朋友們興奮不已 小心小心 喔好快喔 超快 怎麼都是頭啊 你們有沒有轉啊 怎麼都是頭啊 嗨 嗨 快玩車技的屁股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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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隊的訓練是很嚴格的 那因為我們是要參與比賽 那來這邊小朋友他們當然是第一個要接觸到一個正確的籃球的訓練 但是畢竟他們年紀還小帶著玩的心情 所以我們要用娛樂的方式來跟他們一起來互動 如果用很嚴格的訓練我想他們大概兩分鐘就跑掉了 那對我們來講跟這些小朋友接觸也會讓我們非常快樂 一個漫長的暑假 一開始就讓我們跟這些小朋友接觸 讓我們的球員整個暑假的訓練 也可以增添一點點的樂趣 這場開設在台北大學的夏令營 是由新北市衛生局主辦 希望能藉由籃球以及團康遊戲 讓正值國中的青少年 暑假有健康正常的休閒活動 因為籃球其實這是一個 在台灣還算是一個最普遍的 一個體育活動 而且它的延長性很好 它可以從小學打到大學 甚至成年後都還可以打 而且是一個團隊型的活動 青少年不只是在這邊 可以學習一個運動的技能 也是可以培養一些團體的 互動的習慣跟這種嗜好 為了讓青少年更深入了解 反淹毒各項議題 今年舉辦第二屆的反毒夏令營 特別改變方式 建立孩子拒絕毒品誘惑的觀念 今年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去年的經驗 我們把它是辦一天的活動 分佈在十個國中 同一天就同時辦 這樣的話我們就發現一些問題 就是說時間很短 然後我們也沒有足夠的時間 把一些我們的理念 我們所謂反淹反毒的理念 灌輸給這些小朋友 我們今年決定說 試試看把它延長到兩天 分兩個梯次來辦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整個縮減 可是事實上我們也是 這個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 摸索性的做法 就是我們試試看 把它辦兩天之後 是不是能夠讓小朋友也比較滿意 我們也覺得有比較多的時間 把我們一些理念能夠 向小朋友們宣導 第一T次活動於7月15號16號展開 上午由台北大學大哥哥大姐姐 帶領團康遊戲 而下午這些夏令營成員 就由SBL的明星球員一起打球 一起和他們度過快樂的暑假 專家金北新聞三峽採訪報導